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以说考虑到教授的危害性 今天徐老师也穿上了西装 打起了领带 咱们节目 很少宣传过谁的微博 所以我认为这位先生 他应该感谢我们 我们这下一宣传 他肯定增加多少万 他最近已经增加不少万 所以我现在给播一下 我认为他应该感谢我们 一言有 你看主要是他上面 什么都说全了 清华大学的教授 还是博士岛 证据法研究中心主任 易主任说这几句话 这是众所周知了 说替李宗盛的辩护律师 说几句 第一点 无罪辩护是他的权利 第二点 未成年人受特殊保护 律师声明要求大家 遵守法律并无不当 第三点 强调被害人为陪酒女 并不是说陪酒女 就可以强奸 主要问题是 另外 事情往往出在另外 另外 即使是强奸 强奸陪酒女 也比强奸良家妇女 危害性要小 你看评论 两万五千个 这还是上一个时间段的评论 反正是万炮其轰之后 易主任这不就改了吗 就把这两个倒过来 就说强奸良家妇女 比强奸妓女 危害性要 大 所以就有了 又婷这个问题 就是他今天穿上牛仔裤 是不是比他平常露出腿 欲腿 危害性小 现在要改成穿短裙 比牛仔裤 危害性大 天啊 太多 这种很简单 重点是什么是危害性 就是这个危害性 对谁的危害性 就是你是说 对女生本身的危害性 比较小吗 社会危害性 对社会性 社会的危害性小 那他这 我觉得法律 如果以性来看 以律师的想法 这个既然法律上 对于刑起 任何的罪的刑起 都有个几年至几年 那表示说 这中间这个range 是法官可以去做决定 那为什么判 比较轻比较重 这个就是所谓的 危害性了吧 危害性大 我就判重一点 危害性小 就判小一点 所以我说 既然法律有这个 就是的确是可以 有很多的原因 去构成一个人的刑起 对 但是不应该 但是我认为 不应该是 被害女生的身份 来决定这件事情 那你昨天还说 那个这个原配 完全可以 大小三一个耳光 因为那是完全 以道德的方式来说 但是对于身体的自主权 每个女生 都应该捍卫啊 我就是 不应该我的 我今天穿短裙 或我今天穿短裙 难道你就可以对我非礼貌 不对啊 这就是我们之前 都很明确的道理 以前地铁里都贴过 对 都很明确的道理 对吧 徐老师 作为你们同行 你今天穿上了戏装 你猜一下 我那个两万多条 这个回帖里边 它有最热评论 最热评论 我通常不大赞成 这种语言暴力 不过这里就 当然我们也不赞成了 我只是转述 最认评的 依此师傅 强奸他老婆 比强奸他女儿 危害小呢 还有人说 那难道说 强奸资深妓女 比强奸这个 年轻妓女危害性小 刚出道了 对 对就是你这里要分吗 我跟你说 这个金灵十三差 张大导演 是不是啊 咱们可以提出这个问题 是不是潜藏着 这样一种意识呢 对 所以有一些 虽然我晚上看 百分之九十几是反对他 但是也有少量的人 说 他们不是同意他 但是说 他是说了实话 说有很多人 的确有这样的想法 我就说 他说了一半实话 但是他身为一个 像徐老师就很明白 教授 你要说正确的话 尤其这违反他专业 对 他是做法律的教授 没错 而且还是证据法的 这个主任 那为什么说 说了一半的实话呢 因为很多现实的真情 是不对的 但是你又知道 当然了 香港警察都是这样 他抓了一个妓女 他肯定和一个 所谓的这个不是妓女的 从事正常工作的女性 他肯定很难相信 这个妓女强奸 他肯定比较被强奸的 他肯定比较容易相信 这个所谓良家妇女 被强奸 这个在具体执法当中 他脑子里 他端不上台面 但他会这样想 所以这件事情 有意义在什么地方呢 所以说 如果发生在我们的 日常生活当中 我可以说百分之九十几的情况出现 人们是会重罚 就是我刚才讲的 假如说 因为法律上讲 强奸修女跟强奸妓女是同罪 肯定会重罚 比方说我们中国没有修女 但是我们比方说是个中学生 尼姑呢 尼姑 我们不讲尼姑 那要是 何上强奸尼姑呢 就算他们自己行里的事 是吧 你让我把说 你不唱这就不行吗 我恰是觉得 你不唱这就不行 我唱到和尚 叫给你 佛教门里有他们的规矩 是吗 同行的规矩 这是另外一回事 我的意思是说 实际上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 很多情况因身份而异 而 现在在网上百分之九十几的人 反对这个 这个就说明 大家在道理上 现在明白了 明白了强奸修女 跟强奸妓女是同罪 而现实我们做不到 正因为做不到 所以我们要有法律来 来 其实连美国都不一定做得到 说实话 任何一个法官 你说一个一个 一个修女被强奸 跟一个妓女被强奸 他良心的时候都可能不一样 但是为什么这句话这么有名 他就是要把两个极端来讲 来强调 而我们今天中国的网民啊 很多人说名义不可靠 我觉得这个名义是靠谱 大家就不管你是清华教授啊 怎么样啊 不管你跟李家的关系怎么样 大家这么来指出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对的 就是你看 你说美国 美国有一个什么呢 强奸盾牌条款 我觉得这个 咱们这个强奸者 也应该学习一下啊 就说 强奸盾牌条款 美国的法律是说啊 强奸案件中 被害人的性生活史 他就是他跟谁干过 跟多少人干过呢 这个名声 都不能采用作为证据 这个因为目的是为了防止 对犯罪的审理 变成对被害妇女 真操的审理 基本上 我们的最高人民法院呢 也有这个东西啊 说认定是否违背 妇女意志的时候 不能以妇女作风好坏 来划分 强行与作风不好的妇女 发生性行为的 也应定强奸罪 是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 应该在法官的心中 这些法律是应该要 深深牢固的在他们的心中 律师如果一直的 攻击对方的身份 我觉得这是律师的职责 如果你要帮你的 当事人做辩护的时候 我觉得难免 全世界的律师都会 拿对方的当初的环境 你为什么进夜店 是不是表示说 你就不排除 有异夜情的可能等等 我觉得你可以用 这些方式来举证 希望能够游说 所谓的陪审团 但是在法官 你的心中这些法律 必须要存在 所以他是这个 这个还是 现在好像是律师 还是个主任 不是一个法官 出来讲这句话的话 那可能就更严重 会觉得更可怕 对 他不是律师 他是个大学教授 这个要是随便一个网友 发的一条呢 我开始看到 我不知道他的身份 我也就没有什么 等到我看到他的身份 我是有点 真的有点生气 清华我刚去做过演讲 清华什么 今天上午 徐老师到香港书展上 刚做过演讲 清华是什么 什么 清华的教授 你就是朱镕基的校友啊 你就是习近平的校友啊 清华开玩笑 清华的名声 可以这样被糟蹋 所以我看到这个东西 作为一个教师的同行 我都提出的问题 就是说 什么情况下 教授该辞职 我就提出这么一个问题了 就这种时候 你觉得他应该辞职 当然了 这个在正常国家 他的这个 一辈的事业就完了 除非另有内情 我不知道 我讲的是正常国家 很多人 网上我刚才讲 第一条是谩骂的 就是说根据他的逻切 就把他的老妈 把他女儿就拿出来 这当然是骂人的话 是不太好 第二条 就是说 你收了李家多少钱啊 有的人就在怀疑 我呢 我的想法正好倒过来 我觉得他倒不是 收了李双江家里的钱 他是跟李双江有仇 这其实害了李双江 真是有仇 这是坑爹 不是 他不是爹了 他坑了这个 坑儿子 坑了 坑儿子 坑了李家了 坑了李家了 真是坑了李家了 这个李双江的事情 前一阵已经隐藏的 有点淡了 网上很多很多事情 帮他的忙 事情已经搞得 有点淡了 这样一来 你说一个小时 几万条微博 现在这些人 现在全都盯着 而且更大的一个 一个隐含的一个理论 值得我们讨论的时候 他现在讲的就是说 受害者的身份不同 罪会不同 那你现在刚才 已经驳斥了 不能因为受害者的身份不同 同样的罪 就不同的判 问题倒过来 犯罪者的身份不同 会不会导致 这个罪的不同 这才是人们 更关心的问题 对 我们按他这个结论 得出来 将军的儿子强奸 是不是比小偷的儿子强奸 危害性小呢 徐老师 你明白这个问题吗 把李家害得更深 没有 李家的情况是李家论 自有律师 现在来帮他 做无罪辩护 我倒是担心 这个法学教授 我担心清华 我觉得清华 这么个学校 出这样的专家 我实在不可思议 徐老师 毁了好几个家庭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他被誉为国资一号探路者 国有企业从原来国民经济 承担了包袱 将来成为资助 这一段路走出来 中国模式的国家经济 该探路何方 国家互相背后 那有一定有一批 很强的企业 那这个企业 现在来看这国有企业 多一点 我相信将来 民营企业会赶上 专访前国资委主任 李荣荣 风雨对话 星期日 凤凰为始终安排 明营企业会赶上 因为现在 李某某这个案子 涉及到的这个女的 这个女的不也发声明吗 说你们都聊陪酒女 他第一 我所受的教育里边 我从来不知道 陪酒女这个概念 那意思说 第二呢 他现在有很多酒吧里 有这种女 叫什么呢 女陪酒员 这次怎么说 那当年天上人间的小姐 名称也可以叫成是 陪酒小姐 就是有一些啊 灰色地带的事情 我们不清楚 但是呢 这位女士的这个声明是 即便是存在所谓的陪酒员 那么也不等于在性质方面 你可以违背 强奸罪 轮奸罪 跟这个她的身份 毫无关系 这个是应该 就是她当下的意愿 是不愿意的 你就是构成犯罪了 不管我 不管这个女生 过去的性生活 是一天 十个 五十个 那又怎样 我今天老娘我不要 你就是不行啊 对 但是 我再反过来说 这个刚才又听 你还关心呢 你知道 它实际上 所谓这个危害性啊 中国首例的婚内强奸 过去中国还没有婚内强奸 这一说呢 后来就说是修改法律 就说婚内 你强行 这也可以算强奸 但是中国首例婚内强奸 是什么呢 判三年 缓三年 就是你知道吗 就婚内强奸 实际上判的是非常轻的 那他是根据什么呢 他是觉得是你危害婚内 你们婚内的强奸 那因为我觉得 危害远远小于婚外的强奸 他这个我想他是考量这个强奸的实际情况 因为对夫妻来说 他们平常正常在发生性关系 所以他们是经常发生性关系的 那么这时候你要判断 他的这个正常的性关系 跟一个强迫性的性关系 比较难判断 那你法律不能因为比较难判断 我就判个轻的 或者说我搞不太清楚 但是他有一个就是说 婚姻本身也有一个 所谓的履行的义务 所以他还是有罪的 只是他比较清晰 因为在这个婚姻里面 他认为 发忙了吧 发忙了吧 没有没有 我都替你们女人说话 你觉得婚姻里边 女人有被迫满足性生活的义务吗 没有没有 所以他还是有罪的 对 但是这个罪为什么跟婚外强奸不一样呢 他可能根据当时强奸的细节了 反正这跟李X没关系了 开头是自愿的 后来变不自愿了 所以我就觉得 而且很多事 他提出了 这个教授提出来的问题 很有意思 你好比说 这种咱们说的危害性 其实我不同意按身份 可是要中国人喜欢讲那个社会影响 比方说 你强奸一个著名女主持人 这个算社会影响极坏吗 和强奸一个普通女孩子 那两个 我认为受害者的身份 我还是再次强调 受害者的身份不影响 就是怎样 不应该影响 他的危害性都是最大的 因为他就是违反了个人意识 所以你是以社会影响恶劣 还是以他个人的危害 有多深 我是以法律的原则 正因为实际上 我们会酌情考虑 说实在话 实际上 如果现在有两个强奸案发生 一个是一般的名女 不知道 另外一个是著名的节目主持人 那个法官自然会把后面 这个事情看得比较重 这是自然 但是越是这样比较重的时候 越是要提醒 我们刚才讲的原则 我这么跟你说 我看来了 就说中国首例这个婚内强奸 说为什么这么判呢 说是有一个礼句啊 就是你是他的老婆 对吗 这个事 被强奸这件事啊 对你的名誉 对你的名节 造成的损害 没有那个 这个非婚的人 女的大 因为你是他老婆嘛 是吧 说被老公强奸了 我觉得 名声没有那么不好 是不是 但是 但是你要说一个 著名女主持人呢 那你说名声 全国人民都知道 这个就不好说 所以呢 我感到隐隐的不安的是 就是 精灵是三差 为什么我们看完以后 有点不舒服呢 其实他隐含这个逻辑 就是说 既然是要被强奸 逃不了了 那让妓女去被强奸 好过我们年轻的学生被强奸 他里面就有这么一个 隐含这个组 但是他替换了一个概念 好像这些妓女自愿的 拿着刀去杀人家 而且他把他提升到一个 爱国权次的时候 但是背后为什么 看完了以后 我们不是说吗 我虽然 我跟严格林也是朋友 张一某也是喜欢的导演 为什么看完了以后 有点 我就反复觉得 我们还不如杨之球 还不如墨泼上写的杨之球 杨之球就表达了一个 一群绅士 最后还不如一个妓女 这么一个状况 所以在这种牵涉人格 基本问题的时候 就是说妓女跟修女的人格 没有高下 这个是人 这个是普世价值观 现在我们在讲 什么叫普世价值观 讲有没有普世价值观 我觉得这个 普世价值观 不是天然全世界都有的 它是人类慢慢慢慢进步的 我相信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 人们是区别看待 但是你又停 我敢说 你们脑子里都有这个 因为我听很多女的 都瞧不起这种 在夜店工作的女孩子 那是两回事 瞧不起 瞧不起 他们就会 给予更少的同情 你们骂 都就回去了 活该谁叫你干这个 不不不 我还是要说一句 就是我再次强调是说 女生都对自己的身体 有说no的权利 说不得权利 所以不管我在哪里工作 我是个爱穿短裙短裤的女生 你一样不可以碰我 这不表示说我今天爱穿 你可以看 但是不表示你可以对我怎么样 这是两码子事情 但是我现在比较继续担心的是说 现在舆论变得很高 觉得这个涉案者最不可涉 可是我们那个强奸 这里面还是有个刑期 对不对 怎么判 会不会因为舆论的关系 反而让他加重刑期 那对这个嫌犯本身是正义吗 就是法律上我应该 本来应该有个理性的判断 但是我们有舆论的 所谓的因素加进来了 那会不会让他的刑情变得最重 但他有必要承受这么重的罪行吗 那又会是正义吗 这我就不知道 这李嘉感谢你的关心 我提醒你放心了 他们现在起诉的是区级的法院 他根本不会涉及到死刑和无期徒刑 没有到死刑 都是十几年以下的 他根本没有作为一个蓄意的轮件 因为他是未成年 所以目前的刑期考虑的时候 都不会是很高的 但是上台湾 大家关心的只是 我刚才讲的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以前讲的 王公贵族犯罪是否与庶民同罪的问题 对啊 你讲一下最关心的 王公贵族犯罪是否轻于庶民 他讲的是否重于庶民 这两个可能性是不是都存在 我觉得因为一个王公贵族 虚下广告在意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鲜活的黄山 我看了好多这个小段消息 又说是什么这个妈妈给律师提的要求太高啊 或者是就是说当时这个女孩子 这个醉酒有没有那么醉 而且反抗好像是不是有没有那么激烈的反抗 这强奸罪啊是个很惊威的一个东西 但是轮奸罪其实是比较清楚的 这个轮流发生性行为 警方不是现在叫轮流发生性行为吧 他比单一的强奸喝醉酒都更容易判断 你一个误了后面还一个个跟着误 对不对啊 所以这个事情我觉得司法上 现在而且辩方律师是无罪辩护啊 你看过这个我看了整个声明的 所以我后来听到人家把他的网站黑掉 我心里一想 他这个虽然律师都是没良心 都是为客户服务 这我们都知道 但是到这个地步 不怕毁了律师的名声吗 你刚才担心中国的事情 王公贵族是不是货罪更重 我不能完全排除这个可能性 但是我觉得总是轻的可能性比较大 所以这是非常中国的一个想法 只是说我说既然法律的出现 就是应该站在最公平正义 以及保护双方的情况 所以就算是这个十恶不赦的杀人犯 我们应该给他个律师帮他辩护 我现在看到的几件事情很出明 现在他们说精通玉女嘛 精通就是玉女嘛 玉女就是郭美美嘛 虽然他们的情况不一样 但是都有个共同点 就是说谁都看到这些荒谬性 但是谁都没有办法 有这么大的势力帮他们 但是我觉得有一样 就是说你这个骂律师 在我们这个社会要推进法治的话 应当节制 就是你必须就像徐老师说的 你必须习惯一件事 律师就是要为他那一方 尽一切努力的 对吧 你不能把律师跟什么道德关系起来 这个就是制衡 你就看到两边都需要有一个人 我最近因为房子的事情 跟个律师打交道 那个律师样子可恶 态度极坏 把我搞得很坏 但是那个律师 他把我搞得很气的时候 他说了一句 我今天是为这个客户服务的 我明天也可以为你服务 对对对 他的意思是说你只要给我钱 我也可以把对方的人 弃成这样 我一看他这副样子 男的开双眼皮 领带掉到裤裆 还有这多恶心 因为我多恶心 后来我想 这是他职业道德 下次我要恨谁 我就雇他 没错 就是在商业上的律师 你会觉得他比较有这种 就是嘴脸 但是我意思说在法律的 就是他也是有 可是你现在看看他那个 公民律师 就是说不管任何人 你请不请得这个律师费的话 你都必须 你只要这样上了法庭 政府都应该要给你一个律师 帮你说话 我觉得这是基本上保护冷却 陈水扁 陈水扁 陈水扁也有律师 接着想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贯文明启示录 对 这教授 这教授有点美乎不干净